接下来请各位跟着做 我们就做一次练习 大家熟悉一下那个内容 所以我们先准备一个圆盘 请各位到基本图形这边点一下 如果你点第二下 它会出现比较复杂的内容 那这个是一般的基本图形 平面的 这是立体图形 那这个是那个指标 坐标 箭头之类 虚线直线 的弧线这种图形 然后这个是表格 这是表格 所以我们一般要画基本图 就选在第一个 然后你要画哪一种基本图 你可以直接选 或者是直接点一下就好 这边就会有三个基本图 那请你拉一个圆形出来 请你拉一个圆形出来 拉好之后呢 要评分等份 所以你在选取的模式下可以选到它 如果你刚刚没选到它 然后记得要在编辑模式 现在是简报模式 所以你要切换到编辑模式 在编辑模式才可以改东西 编辑模式 然后选东西的情况下选到它 就会出现等笔区块 那看你要切几块你就自己选 请各位先做到这边 已经跟到的老师请你输入5 请你画一个圆形 然后评分等份 已经到跟到这里的 请你输入5 然后点一下就会有基本图案 那你就选了圆之后 你就可以在画面上 就去拉那个圆形的大小 拉出来之后就可以选拆等份 拆几等份 它就会帮你做平均 平均切等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着色嘛 那着色也是属于物件的基本功能 所以你就一样在选择 在选择的模式 选到这一块你就可以去 对这一块去做着色 你就去选你的颜色 选这一块 选你的颜色 好 那这里面 你在着色的时候 你注意一下 这里有一个滴管 这个滴管呢 是可以去选你的桌面 其他的颜色 假设你要比照那个东西的颜色 比如说 比如说我要这一个浏览器图案的这一个橘 那我就选了滴管之后 我就把它点到这个橘的地方点一下 它就OK 这个橘就跟这个橘是一模一样的 好 好 那所以你就把那个颜色填好了 那填好之后呢 我们要把那个文字输入上去嘛 好 所以呢 请你选T T就是文字 然后点一个地方 直接打字 中英文都可以 中英文都可以了 打字打上去之后 我要恢复到选取模式 把这个字可以做放大的处理 字可以做放大的处理 那至于那个字型呢 你在这边可以做选择了 好 如果你电脑有装别的字 它就可以出现别的字型 所以你的字型是根据你的Windows 装的字型所决定的 所以你的Windows字型没有装 这里也不会显示那个字型 好 然后呢 打完一个之后 这大小都定好之后 你再去Ctrl-C Ctrl-V Ctrl-V 就可以拉下来 拉下来之后再去改字 这样比较省事 好 点两下 直接修改 好 这样比较快哈 好 那个着色完毕字也打完的老师 请输入6 好 所以我们通常会做一个 类似这样的一个转轮盘 好在你的 这一个简报的某一页 好 那如果需要用的时候 好 比如说我什么时候需要要选号了 要选题目了 那我就会去切换到那一页 好 我们再来直接来play这样 可以在这边直接做切换 好 接下来还有一个物件 对不对 就是那个指标 对不对 那指标你可以画三角形 你也可以用图形 比如说 画一支枪 对不对 我用AI 来画一支枪好了 看他有没有枪 还是我画的不够 再加个板击 还是教育选项不允许有中 这种东西 好没关系 我找一个代表的 好 找一支牛代表好了 好 我用这一支牛来做选择了 那是那个牛角顶到谁 谁就算这样 好 牛角 那我应该 我应该把 把牛角摆在下面 等一下 好 所以你画一个指标 画一个可以当指标的东西 然后你转到你的某个角度 好 放这边好了 好 所以等一下那个 牛 牛头指到哪里 各位要移动画布 那个滑鼠的滚轮按下去 就可以脱衣移动 就可以移动你的画布 好 所以待会直到这个尖尖的地方 那个人就 就被挑到这样子 好 好 所以现在这样子哦 我这一个东西要把它固定位置 不然它会被你移动到 对不对 所以我选到它 然后呢 要按锁定 锁定选取物件 把它锁起来 那刚刚这个呢 我也还没组合 对不对 好 刚刚这三块 披萨 还有这个文字 都还没组合 所以我一样用选择的模式 把它选起来 把它选起来 你要确定有选到哦 确定都选到了 把它群组 群组 这样子才会变成是同一个东西 同一个东西 那这个是固定位置 这个是同 把它群组起来 好 做到这边的老师 请你输入7 你要把这三块全部群组 然后 画另外一个图案 锁定位置 好 要用这个选取工具 可以 画线的方式 画线的方式 去选到你刚刚 画的部分 这样子才可以帮助你做选取 每一个部件 每一个物件 把它群组起来 群组起来 群组起来 这一个 好 那这一只牛或者你的指标 就要用锁定 锁定选取物件 好 那锁定之后 他左下角会出现一个 一个锁头 那这个东西你就不能移动了 就不会再移动 那你要解除的时候就点开这个锁头 就可以了 好 大部分老师都完成 我们就继续咯 好 这时候呢 好 你 你的这个教材已经做完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去播放呢 你就要切换到 简报模式 好 请各位就切换到简报模式 那你就 你看你这牛就不能动 对不对 好 这个 这个指标就不会 就不能被动 不能移动 那这一个东西 这个命运转轮盘呢 他就只剩下一个转的功能 所以你就去点一下转 他就会自动旋转 然后一段时间会自己停下来 好 那今天指日生就是张三 恭喜张三 好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用法 好 那我们再 各位试一下 然后我们切换回那个编辑模式 好 那如果你在转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的那个 你切的那几块支离破碎 不听话 那就是你没有群组 就是你忘记群组了 你就回到上一步 好 回到之前完整的状态 再去重新群组一下 好 那这样整个 整个东西啊 你做好之后 其实他就可以复制 比如说 好 好 我们把它选起来对不对 好 全部选 选起来之后 我一样Ctrl-C 我可以到新的那一面 假设我今天又另外做一个教材 我要下一页新的 我在这里可以直接Ctrl-V Ctrl-V之后 我就一样可以 把它解散群组 这个解散 刚刚你有群组嘛 我可以解散群组 解散了之后 字就是字 所以你就可以再做修改 好 就可以去改你要的字 好 这样会比较快 所以同一个模组 你去做一遍就好 之后要用的时候 你就是复制去修改就好了 好 那以上是做那个命运转轮盘的部分 各位有没有问题 那个步骤大概就是这样子 谢谢大家